大家好,我是田园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又好吃的香蕉派 首先把两根去皮的香蕉切成薄片 放入大碗中 然后用擀面杖捣碎成香蕉泥 这是我买的现成的蛋挞皮 用勺子舀入适量的香蕉泥 然后像包饺子一样把口收紧 都做好之后放入烤盘内 然后在表面再刷上一层蛋黄叶 再撒一些黑芝麻 这样我们的生胚就做好了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内 盖上盖子 烤箱中层上下火180度烤15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香蕉派外皮非常的酥脆 咬一口直掉渣 里面酸酸甜甜的,非常的好吃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做扫餐或者下午茶都是很好的选择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